我們來到13.4a 我們開始我們的證明題 證明題比較麻煩 因為Present是需要寫得很清楚的 大家記住不要跳步驟 需要寫的步驟全部都給我寫清楚 證明題 第一項要教大家證明 證明它的直線 直線也要證明嗎? 沒錯,直線 因為要180度才能變成直線 如果多了,就會往下轉 少了一隻向上轉 我們要跟你說 O點這點其實不是一隻角 它是平的 所以我要很清楚跟你說 如果 角AOC 加角BOC 等於180度 即是這隻角加這隻角是180度 AOB 這條線就是一條 Straight Line 它有一個 要提供 要提供原因 記住寫 Adjacent Angle 10 10 意思代表 supremanty 即是 加在180度 遲些也會看到這個 這個字 大家記住 隨便說 10 即是加上180度 好 下面自己想 好 接著來到例子 例子 例子 我原來已經給你了 不過也要看題目 題目 它說 現在在圖裡 有一隻角是48度 另一隻角是132度 Proof 要證明一些東西 證明AOB是直線 即是這條是直線 剛剛學了 我們說 如果180度 就是直線 所以我們就說 這隻角加這隻角就是180度 所以它是直線 記住 寫的時候 你不要這樣寫48加132 等於180度 我們要寫清楚 這隻角的名字 AOC是這隻 BOC是這隻 我們先說 英文字母 AOC加BOC 等於 代回兩個數字 再等於180度 現在我們計到這隻角 加這隻角是180度 所以 它就是一條Strike Line 行不行 先計算是180度 最後再回答 是 或者不是Strike Line 在原因 在後面 就是 Adjacent Angle 10 來到下一題的例子 原來我也是沒有刪除答案 你看到答案也在 這個答案的做法比較圓 最後是不需要計算X 好 先看看題目 題目說 在Figure裡面 AOB 現在有一條直線 這條是一條直線 然後 要證明 COD 這條是直線 即是表示 我們現在 這條 OK 先畫一圈 這條是可以用的 要證明那條是這條 記住 我們證明題的時候 最麻煩的是 有些東西我們是知道的 有些東西我們覺得它是 但是我們還未知或還未證明 還未用得住 所以要留意 究竟我們哪些東西是可以用的 哪些東西我們要證明 即是還未用得住 我們說 一般的證明題 我們都分了兩部份 先說下半部 下半部才是重點 下半部就是我們證明的一部份 你會發現證明的部份 一定是固定的架式 例如 剛才我們說要證明它是Strike Line 證明Strike Line一定是兩隻角度 OK 現在是這個 那它用了這隻角 以及這隻角 這兩隻角度加起來 等於 計一輪之後等於180度 所以它是一個Strike Line 就是固定的原因 這個是必定固定的架式 但問題來講 我們暫時還未知道 X加56度是多少 所以我們在這部分 在想完一腳的證明題之前 我們首先要做一些預備工作 一些撿斗的工作 這部分就是一部分預備工作 通常我們是想了下面 想好了 究竟我們差些什麼 就在上面 計好之後 最後一次過寫 我們證明我的步驟就可以了 它比較圓妙一點 它是沒有計到X出來的 你們自己可以參考一下 或者當然你可以用另一種寫法 用回我們平常的寫法 第一件事 我們說 紅色的是可以用的 這條線是可以用的 即是表示 這兩隻角度加起來 是不能用的 但在紅色線上 這兩隻角度加起來 是180度 我們可以用的 所以你可以寫 X加56度 就等於180度 原因就是 ADJ Angles on St Line 我們看到X已經可以算出來 當然可以算出X X應該算到124度 好 OK 大於高速度 應該算是正確的 好 然後我們算完X之後 現在我們就可以做證明了 因為我們要證明這條線 現在我們有這條線 又有這條線 可以做證明了 證明就是 Aoc 先用英文字母寫了 角度的名字 Aoc 加 角 Aod 之後 再代數字 124度 加56度 等於180度 好 因為它等於 所以 COD 是 Straight Line 記住 結論是 不准寫短寫的 寫長寫 Straight Line 原因是 這個 記住寫原因 那裏 好 就是這樣 好 所以我們做第四題的時候 例子第四題 一樣 其實情況一模一樣 我們就說 現在 我給這條 Straight Line 這條Straight 是可以用來計算的 這條叫做 POQ 然後 現在要證明的 現在要證明這條 這條即是我們 最後 埋門做的 所以記住 分清楚 究竟我們計算 以及 最後 根格式寫 證明 究竟是怎樣分 好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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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模一樣 有一些 是 知道的 有一些 要證明的 那自己 分清楚